Anson Lo 魯汉廷曾是一位男舞蹈員 為郭富城陳惠霖等巨星潘過舞 在2018年他參加由ViuTV主辦的《全民造星》 雖然止步在30強 但他有機會加入香港男子組合MIRROR 2020年亦以個人姿態出道 除了有出solo歌之外 還有機會拍劇 講到拍劇 真是不可以不提近年香港的神劇之一 大叔的愛 他在劇中的暖男角色阿牧 俘虜了萬千的男男女女 而今天我們有機會 跟他談談關於一部劇集 真是很興奮 大叔的愛背後的功臣 最幫助最多一定是公司 因為如果沒有公司買這個版權回來 甚至提議去翻拍劇集 其實就沒有現在大家看到的大叔的愛 更加沒有大家喜歡的角色 沒有阿田、KK、其他不同的角色 拍劇集最難拿捏應該是 我對阿牧究竟能否聯絡到他的情緒 因為其實阿牧這個經驗 我自己是很少的 那種要犧牲自己 但是又要迫自己跟你自己很喜歡的人 繼續一起去生活 甚至你要對他很好 但是你知道自己放棄了他 這個情緒其實我自己都沒有試過 所以甚至我要帶著這個情緒 我要做一些比較激動的場口 甚至可能有些場口是要哭 其實是要花點時間去說服自己是這個角色 阿牧的角色真的很迷人 很多討論區曾經有分享 有些女友說 拿阿牧跟他們自己男友去比 但是真的很難比 人家阿牧這麼英俊 又細心又溫柔 簡直是男友的典範 我看見自己的小小溫柔那一面 是跟阿牧有點相似的 但是我沒有阿牧100%那麼完美 突如其來的心跳感覺 這首歌其實是我自己個人認為 我出道以來最難唱的一首歌 因為這首歌的key真的很高 很高音 長期處於一個超級高音的狀態 那我和呂象安在錄音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錄了幾剔 但是每一剔的分別就是開心的程度 因為其實這首歌是一首很甜蜜 很合家歡 它可以很適合親情聽 很適合愛情聽 很適合友情聽的一首歌 那我和呂象安和監製Edward 都談了很多轉 究竟我們開心的程度要多少 因為我們頭一兩次session 我們雙方的開心程度太高了 就是Edward和花姐都有說過 我們太開心了 好像每一句都笑到見顏不見眼地唱 所以有點誇張 所以我們在歡欣的程度上 就有點調整 不可愛教主除了是大叔的愛的片尾曲之外 也是Anson Lo的第六首單曲 比起之前他的作品很不同 不是讓你看勁歌熱舞的教主 而是他油情似水的一面 真是想死人 不可愛教主這首歌 其實是一首我錄音的時候很困難的一首歌 因為一來錄這首歌的時候 已經是完成了大叔的愛拍攝的兩三個月之後 要想回阿牧的角色情緒其實是要花點時間的 還有因為那一陣子錄音的時候是我聲帶發炎 那一陣子最嚴重 所以要唱到這首歌的高音 其實對我來說是 那時候好像看似不可能 但我監製Edward其實幫了很多 因為在錄音的過程其實我自己很不安心 因為我自己覺得自己的聲音受不了 還有他不停叫我閉上眼 去想回拍大叔的愛的時候 究竟阿牧每一次情感 或者阿牧很掛著阿田的時候 他有什麼感覺 究竟他激動是去到什麼程度 其實是否可以輕鬆一點 也花了不少時間 從去年出道的Anson Lo 就已經可以看到他的勢有多厲害 在樂壇各個頒獎典禮 橫掃了不少新人獎 一顆新星就是誕生於《全民造星》 如果當初我沒有參加《全民造星》 我現在應該是做一個banker 因為其實我中學的時候 我是讀雙科的 然後我入到大學 我也是入行商調查 所以其實我本身在 我入大學學跳舞之前 其實我是很想從商 又或者跟金錢買賣有關的行業 可能是banker 可能是純屬一個金融人士 或者是一個在辦公室打工的人 所以應該會跟商業有關的人 商人 Megahit推出了一個星期 就已經有250萬點擊率 非常強勁 MV裡面還請了很多歌手客串 非常吸精和洗腦 Megahit是一首跳唱歌 但是它跟我以往的跳唱歌有點不同 因為今次是想大家聽完之後 或者看完這支MV之後 有一種很歡樂的感覺 和大家一起跳 裡面有一個標誌 就是叫做 噢噢噢噢噢這樣 接下來我會上映我的人生第一部電影 叫做《假冒女團》 在大螢幕上 很想再展現更多不同的Anson Lo 我們亦期待你的處女電影之作《假冒女團》 你繼續加油 我們在加拿大一邊支持你